這間屋所特別的地方 它就是改到連開發箱都不認得自己的護形 入門口其實我看到有一個很大的收納櫃 很少八十多方的護形可以做到這麼大的收納櫃 是的 桌面高度一定要度身訂造 誰使用就要按誰的習慣高度去使用 業主提供的高度是叫做龍頭高度 嗯 其實飯廳設計比較特別的地方都是 桌面 高低桌面 超級無敵多的桌面 人體工學和動線考慮都是做到一個極致的 示範級別叫做 這個長磚一直繞進書房裡 它會連接你的廚房 其實它是用一個適免走通的房屋 整間屋都是用這個磚 一直繞進書房裡 很多東西都是根據業主的需求 就是業主的真實使用情況 還加上Henry自己的專業意見 大家一起努力把這間屋裝修得這麼漂亮 是的 我們叫命題作文 命題作文 業主給了一個命題給我 我們最後按照他的需求全部組裝在這間屋上 灣區生活知道多些 Henry告訴你 Henry 今天為什麼只有我們兩個呢 我要先解釋一下 因為Mango跟得Henry太多了 他現在已經是一個裝修的小師傅 我今天會作為一個普通的裝修小伯 來和Henry一起參觀一下這間屋 Henry 我想先問一下 這間屋今天有什麼特別之處來帶我們看看 其實這間屋 屋主的先介紹背景 屋主很特別 其實是買了兩間 樓下那間都是他 他就丟了兩間屋給我 叫我自由不揮 他們要求就是可以打通的盡量打通 兩間屋只留一間客房 這間屋所特別的地方 他就是改到連開發商都不認得自己的回應 那兩間屋分別住的人是 人員構成很簡單 這間屋是兩夫妻住的 兩夫妻住 這個業主這間屋 我們現在看的這間屋是攀任愛好者住的屋 攀任愛好者 我媽媽住的 兼一間客房 就這麼簡單 所以這間屋的面積不大 只有八十多方 八十方多一點左右 腳踩面積可能只有六十多方 我們現在改完之後 待會視覺就看到 已經變成完全不同了 那我們先 隨著鏡頭轉一轉 隨著鏡頭轉一轉 我們現在一進門口 其實我看到有一個很大的收納櫃 這個收納櫃很少 八十多方的戶型可以做到這麼大的收納櫃 其實它已經佔了餐區的位置 你看到入門的位置 全部做了收納 其實極少 我們兼且收納 因為他們攀任愛好者 要兼顧操作桌 你會留意到剛才的位置是頂了出來的 對呀 這個轉角位 這個轉角位頂了出來 看到上面我們都安排了很誇張的插座 對 給一個攀任愛好者使用 很誇張的插座 之後這個桌面轉了出來 我們承接了一個很奇怪的櫃 在後方有一個很奇怪的頂出來的櫃 其實是收納櫃和賣菜籃 其實一進來就已經看到了 這個掃地機 其實現在真的很多人用掃地機客人的時候 很需要一個在客廳 對 一般我們如果是不接通陽台的情況之下 只能安排在客廳 你看到掃地機 我們要收納掃地機 櫃的深度要到差不多 才完全看不到 其實就要做到一個標準600桌面的櫃 哦 裡面就是一個巨型的賣菜籃 還有一部掃地 剛剛好 而且這個高度就是 它可以直接發送指令 然後就直接出來 不會被任何阻擋 是的 我們有一個標準高度 一般掃地機 其實15cm就夠了 我們扭了20 為了適配不同型號 我們預料大了一點 如果要極致一點 15cm也是夠的 其實這邊首先是它的廚房區 它的廚房區其實是做了很流行的 內陷式的雪櫃 還有這個櫃 這個櫃其實是 這個設備櫃 設備櫃 其實還有兩台設備 兩台設備未回來 一台業主需要在香港托回來 另一台採購還未到 其實都是所有的設備 即是可以是蒸箱敲箱 是不是類似這些 是的 這台是 一台蒸箱一台敲箱 噢 批函愛護者要設備 一定要專業要分離 不是集成式 它分離了兩個功能 它會好用一點 再科普一下大家 所有的單一功能設備 其實就是單獨功能 它會比集成功能更加好用 道理就跟你的洗控一體機一樣 洗衣機那一類 洗衣機的洗控一體 它就不夠分離式的用 因為它單獨功能 每一樣都做得不夠極致 它側重了洗 它就會令到控肝功能差了一點 那你做這個櫃的時候 我們的業主 是否需要先自己看好電器 然後把尺寸發給你 其實你所有的尺寸 都是 和設備 都是我們推薦給業主 因為我們是整裝 整裝公司 我們所有的設備 都會有設備推薦 設備清單 不過這個雪櫃也是這樣 是的 雪櫃也是我們常規用開 比較推薦的 這個牌子可以的凌陷冰箱 因為只有這個牌子的冰箱 它是真的凌陷系列 其它說內陷的 可能都是凸凸 要有兩個規範 你要做到平櫃門 它的流縫要流到很大 你看回這些技術指引 你看到官網上的圖 沒有被它欺騙了 它是拿了角度來拍 或者真的 按照圖做了之後 你開不了櫃門 它會變成了 之後真正的凌陷款 鑿鑾的設計是不同的 它是真的內退了鑿鑾進去 之後門開的時候 回到這個角度就會看到 它的門是內退了來開的 它不會頂到那條邊線的 所以真正可以做到縫位比較少 如果不是的話 你要留下門的厚度 或者是頂一個門出來 或者要留一條門的寬出來 兩樣做法都是不好看的 我們覺得 這個觀眾朋友要記一下筆記 這個很重要 是 零陷冰箱還有鑄厚度 因為冰箱的厚度 我們要用盡 即是櫃的時 做櫃體設計 就要計算到很盡的厚度 我們不希望櫃後面再太深 因為一旦太深 就會擠壓到這個位置 這個桌面位置 正常一台冰箱的深度 我們叫常規尺寸 是700左右 現在零陷 或者內陷式冰箱 尺寸是600左右 600是剛剛好 以及隔壁的設備 是適配的 600深度的櫃 我們這個尺寸剛剛好 做了620 因為都有尺微的差別 我們按這個做 還有一個小問題 如果我把插座插進去 我會不會頂住這塊東西 當然是頂住的 那會不會有一點 這個櫃體上做甚麼處理 我們剛剛做完之後 我們試推冰箱 我們沒有換內陷插座 冰箱內陷插座是有這件事的 我們發現它頂住 我們馬上要更換內陷插座 其實這個已經成為收尾時的標配 我們的收尾工程師 它是常備內陷插座 HDMI延長線 還有接排水的 還有洗碗機延長管 還有洗衣機延長管 這些都是我們安裝時需要常備的東西 這些我們一旦找我們採購 這些是全包一次過搞定的 好 簡單再看看廚房 它這裏是不平的 這個是我們按廚房的設計 一定要跟業主確定桌面高度 桌面高度一定要度身訂造 誰使用就要按誰的習慣高度使用 業主提供的高度是叫做爐頭高度 因為小科好下 你要用了電爐的話 它是全平的 是沒有這個東西的 它的爐的高度就是面板高度 如果你用燃氣爐 它的爐頭高度是架的高度 它給了高度給我們 就要計算架 放後爐要放到多高 它要求它的操作桌面是90cm左右 所以你發覺如果你調了爐上 是跟這個位置是平的 都是齊平的 都是齊平 它是同一水平線的操作高度 這個我還要極致一點 因為是攀任愛好者 所以它對高度要求比較極致 因為常規來說 其實少許高度差 很多客戶是不介意的 因為它為了美觀 當然要拉屏好看 我們設計的角度來說 我們以美觀第一要數的時候 我們會拉屏處理 這個就要求了 但更加考慮一些實用性 業主用得舒服才是最重要的 對 因為它的高度要求 所以設備方面的內陷 因為廚房面積不大 我們都拗透了 你看看 我們的設備已經直接坐到地上安裝 用到很盡了 這個空間都已經 每一樣東西都是無縫無位的 幾乎都是全內陷 用盡了所有空間去做 設備配型方面都很重要的 OK 記得所有科普回到其他客戶 嗯 廚房設備的清單 一定要在廚房設計時列足 嗯 我們的設計師 我又好 或者我頻道的其他設計師都好 都會上方設法 和你安排所有設備進去廚房 後面增加就很麻煩 如果你不首先一開始留位 對 只有前端定型設備 才可以做到後面適配的設備 一旦適配後就很方便了 因為設備有幾個基礎尺寸 同型號或是同尺寸 就可以推出來再更換了 嗯 明白 我們去客廳再看看 這個客廳我第一感覺就是 哇 很大部電視 這個尺寸是有多少呢 這個是85吋的 那有沒有人會覺得 我這麼小的單位 其實用這麼大部電視 真的會有些太大 因為我通常 好像很多人都會玩60吋 65吋 嗯 其實我們 都同一個性價比角度來考慮 現在LED電視 發展到經典尺寸 即是性價比尺寸 它已經去到65吋75吋 那麼這兩個尺寸 它為甚麼會這樣推呢 因為它的出貨量比較大 第一 其實已經市面上 在這裏國內 已經全部推行的尺寸 都是這兩個了 所以 它的LED面板廠家推這兩個尺寸 捉的時候 它這兩個尺寸的LED面板 是最便宜的 嗯 即是我們叫做折合平方單價 它是最便宜的 性價比最高的 其次就是在兩個尺寸上升和降 降是更便宜的 升的話就貴一點 所以我們再賣電視 記得盡量賣75吋 盡量賣75吋 對 盡量賣75吋 最少65吋 其實那個廳 你佔了75吋電視之後 長複裏面的裝飾面 你都不需要考慮太多 因為它大部份已經給電視 對 好像這個更加誇張一點 用了85吋 85吋做完之後 它是為了照顧 吃飯的時候 吃飯的地方 對 還有一個地方我很喜歡 就是它的窗簾 好像是現在比較流行的一種叫人質 人質拼窗簾 是的 這隻人質門 人質門 人質門的牛奶絨的臉 其實都是 最近很網紅 因為它的質感比較強 它有很強烈的厚重感 因為窗簾的厚重感 出來之後會給人一種很汪的感覺 很暖的房間 當然要配合我們燈光 我們燈光是做得很厲害的 我們每一個窗 現在 以現在的標準來做 我們每一個窗簾盒 只要是落地的 在客廳區域 都會配了燈光 都會配了燈光 哦 其實它打進去窗簾的時候 窗簾其實呈現出來的效果 其實都很不一樣 是的 它本身算是強質感的東西 我們希望得出它的強質感 有燈光下來就完全不一樣了 你們去回客廳 你都會發現到 我們全屋的燈光 就是觸到 是的 因為操作區 我們操作區的燈光 我們做得比較觸 為了迎合整個餐廳的造型 我們用了很特殊的軌道燈 的拼接方式 轉角 它的轉角的軌道燈 的造型是配合 它廚房門的槽造型去做的 哦 因為廚房門 也是用轉角的拼接形式去做 它就會形成一個七字位 我們天花 我們對應這個位置 我們都做了一個七字形的軌道天花 是的 而且這兩種燈是不一樣的 是的 這款軌道燈是我們標配產品 哦 我們介紹一下 我們公司的標配產品 我們會標配所有軌道燈 我們都會標配這兩種光源上去 業主不喜歡可以繼續更換 因為這些位置 剝作來 你就可以 方便換 很方便換採 我們再科普一下 這個叫二零規格的磁級軌道燈 嗯 上淘寶隨便可以找到 各種型號 貼上去 你要做吊燈就吊燈 射燈就射燈 各種類型都有 我們標配了兩種光源 那麼方便嗎 對 那錯看 其實都有一個設計感出來 是的 我們標配得來 都找兩種造型去做也OK的 灣區生活之多 看樓找容易 隨著大灣區的融油 香港越來越多的朋友 回來這邊 規劃養老 或者是直接在這邊 開始養老生活 在這個時間來說 很多的朋友 可以做對比選擇的時候 會發現 嘩 非常之多的樓盤 應該怎樣選擇 亦都非常之多的看樓團 應該怎樣選擇 容易推出了定制化的看樓團服務 在這邊 會根據你的需求 以及需要 我們會定制化一條看樓的路線 而且全程 大家千萬放心 沒有任何壓力 開開心心去看樓 在這邊還可以安排一些美食 大家去品嘗一下 中山的美食 珠海的美食 紹興的美食 整個看樓的感覺 是非常之舒適 就好像一個朋友 帶你去內地看樓 然後我們也有來回往返接送的服務 去到不同的樓盤 我們會跟你介紹 不同的樓盤周邊的一個情況 會比較忠肯地告訴你 這個樓盤有什麼缺點 有什麼優點 哪一點是比較值得 符合你的需求 在這裡 歡迎大家 加入我們的看樓團 我們在這裡看到 那邊才是真正的用餐區 其實你們是改了它的格局 因為應該不會有這樣的分佈 其實這是走廊位 走廊位 洗手間依然是洗手間 我們洗手間過來之後 我們打開之後 用完它的廳後 用完它的位置 就形成了一個巨大的飯廳 那這個飯廳有什麼小特別的設計 跟我們分享一下 其實飯廳設計比較特別的地方 都是 桌面 高低桌面 超級無敵多的桌面 那要包含有中度桌 有餐桌 它還有這個 梳化靠背上面 我們仍然留多了桌面 你會發覺每個桌面上都有插座 是的 的確 每個桌面上有插座 我們故意重新配上白色小型軌道插 哦 重新配上這個顏色 是的 重新配上這個顏色 這些都要搭 之後就是操作桌面上有一條短的軌道插 這個操作桌面我們是 偷雞地用上它的窗台位 令到它這個面上可以盡量再大一點 這個原裝開放是在窗台位 這個桌面高度是 計算它的窗台高度 一次過卡上去 這塊桌面板 這個桌面比較特別 還有一些比較特別的地方 你去留意一下櫃門 這三個櫃門開的方式 其實都不一樣 我這邊是推的 中間是櫃桶 這邊就是這樣拉出來的 掩門 為何會這樣設計的 其實你看到現在業主放了設備 你就可以輕微地理解到它的用心 這個其實都是業主提供過的思路 做出來的 櫃桶當然好用 櫃桶收納小零碎好用 之後這種掩門的板 它的空間比較隨意 兩層結構放一些高層的東西 這個滿足不到的時候放這個 至於這個推拉門 我都佩服業主 因為它給我的思路 但我給你解釋為何要這樣做 因為它的設備區在這裡 你看到我的軌道插在這裡 當你需要操作的時候 你要隱瞞的話 你把裡面的東西拿出來 是不是要後退一步 現在用推拉門是否不需要 直接就站在月時內 單手操作就可以 單手操作拿上來 即是腳都不需要再後移 即是不需要走位 就可以操作到所有東西 這個真是考慮得很細節 這件事很細節 都是用推拉門 其實都是細節位 因為你一旦放了餐椅在這裡 它是沒有開門空間的 所以這些位置 都是需要做推拉門的處理 所以這個區域的門 叫做人體工學 還有動視考慮 都是做到一個極致的 是示範級別 叫做真是 很棒 這個可以說這個中倒台 加上整個餐邊櫃給人的感覺 就是很舒適 空間用盡 而且看不出 你說八十幾坪 真的不像整個進來 是的 那看回那邊 那邊其實是做了一個推拉門 或者可以說是隱形門 我覺得有點連著造型一起做 是的 據據天然我們用它的長體結構 其實這個頂出來的長板 不是我們為了造造型頂出來的 我們的任何設計 是根據原始建築的情況去做的 這個長就是一棵剪力牆 這棵剪力牆就是頂了出來 原始我們拆完之後 留下這棵牆的結構 就是有一個錯級的位置 我們發現有一個錯級的位置的時候 我們就在廚房規劃的時候 我們規劃這個門的形式要打開 我們就留了一個推拉門的結構在這裡 這個推拉門的結構不是說那時候 還有一樣東西配合的 其實是 是甚麼呢 其實是磚 因為我們一旦要用推拉門結構 我們的設計 我們想做木門框 才會令推拉門的結構更加漂亮 是外頂出來的掛在天派上 所以它需要一樣比較實正 不會靠花的東西 去頂住這個門 因為這個門開闊 就是經常刮花的鏡 萬一用雨膠漆的時候 就會有一些黑色痕 黑色痕的人 就會一開門你會發覺 我們的長磚其實是繞進去屋裡 是呀 轉了這個圈你會發現 這個長磚一直繞進去書房裡 它會連接你的廚房 其實它是用一個適免走通的屋 整間屋都是用這個磚 一直繞進去書房裡 它所有的濕區都繞進去 亦有一個好處 就是洗手間 都是用磚磚包裹了 萬一長體反潮 一般是在腳位反出來 我已經貼了磚 其實是沒有了這個顧慮的 包括這個門 我們都比較特別 為了顯得磚磚的連貫位 我們是做了一個吊門 這個叫幽靈門 幽靈門 它的吊軌結構就是五金位 整個門的支撐就是靠這個位 它現在可以這樣做出來 而不是傳統的開門結構 可以顯示門比較特別 因為這個業主比較喜歡托門結構 因為自己住 它不需要那麼多隱蔽性和私密性 它就可以做你的推拉門 你知道推拉門結構沒有一個門擺覆 所以如果業主是在普通門和隱形門之間糾結 你會怎樣推薦呢 隱形門和推拉門結構這兩個門 它的密閉性和隔音性能都是相對較差的 只有傳統門帶門框 它有門框結構 它有互相的 即是那些厚度差結構 有一個收後位 所以才可以靠到那些紙震條 密封條 吸音條 所以傳統門的性能才是正常使用才可以的 只有這些情況 即是兩個人住 不需要又不怕吵 私密性不需要那麼強烈的情況 所以才可以用推拉門 才可以用引力門 這些門的結構都是有這個前提的 一般家庭一定要用這些門 建議這些門設在書房 書房 設在書房位 客房位 不常用的位 你常用要住的房間 都是做普通的門 明白 最後就看看這個櫃 這個櫃做得都挺漂亮 是的 其實你開門後發現 它直通到廳是一個景色 我剛才推開這個門的時候 我已經發現 它好像連在一起 是一個造型的感覺 是的 它是造型的感覺 首先這隻門板 它對應廚房那邊的顏色 我們叫做設計方面有呼應 它全屋的顏色其實是用得很少 但是用不同的搭配方式 令到它更豐富 我們這個櫃當然一開門看到 之後我們希望會設計得更漂亮 所以留下一個中空位 這個中空套房櫃 會銜接它的衣櫃 銜接它的衣櫃位置 之後這邊轉過去就是它的書房 他們現在這些書櫃都是不做櫃筒的 是的 我們現在書櫃已經 你看到這張椅移進去 剛剛好位置 剛剛好卡住 你就知道為什麼不做櫃筒 因為做了櫃筒會頂住 之後都切到很足的插座 我們一旦切了書櫃 我們就切回櫃度插 都跟大家建議一下 做書櫃 你真的常用的話 就千萬不要再切櫃筒了 你切了櫃筒之後 你坐在上去頂住腳 你想 按一下二郎腿也按不到 而且剛剛拉上去發現 外面其實是一條公用的走廊 是 這個是板流結構 所以它有連郎 它有連郎的情況之下 這個位置的窗簾就需要全關全開 其實這個位置的窗簾 我們現在這隻特別一點 叫斑馬簾 斑馬簾 是的 這間屋的櫃是用斑馬簾和窗簾 就是普通的布簾 兩隻的組合 是的 就是這個簾 很多閒很多諮詢 其實大家看看 不喜歡的話可以再換 其實我自己覺得用白頁簾會漂亮一點 不好意思 業主看到 還有這間屋 其實只剩下書房 它就沒什麼了 我們可以出到外面 好 Henry 就跟我們也介紹了這間屋 其實我自己的感覺就是 很多東西都是根據業主 一個業主的需求 就是業主的真實使用情況 還加上Henry自己的專業意見 一齊大家努力把一間屋裝修得這麼漂亮 是的 我們叫命題作文 命題作文 是的 業主給了一個命題給我 我們最後按照他的需求 全部整齊在這間屋 嗯 其實據我所知 這間屋的業主已經入住了 是的 多謝他 他入住了 幫這間屋撿得這麼漂亮 之後再給我們拍攝 嗯 再次感謝 再次感謝 好 你之前說 他樓下其實也有一間同樣的戶型 但是他媽媽住的 都是我們負責裝修的 那今天有沒有機會帶我們一起再去看看 如果是另外一個 不同的人群使用 會有什麼不一樣呢 好的 那我們馬上就下去了 好 一起看看 灣區生活之多 看樓找容易 在這段時間 很多香港的朋友 回來內地看樓 有參加各種看樓團 亦都有自己回來這邊內地的樓盤去看樓 在這裏 Mango推出了一個 定制化的看樓路線服務 希望可以幫到你 定制化是根據你想要看的樓盤 我們和你提前商量好 規劃好去哪裡看 而且過程中還會安排 你中心的美食 一家人 或者帶來幾個朋友過來這邊 就可以很針對性地去看一些樓盤 看周邊附近的情況 而且我們的事業顧問 會為你介紹清楚 周邊的發展規劃 現成的一個情況 以及介紹這邊有哪些人群會買 適不適合你 因為買樓來說 不同的價錢都有非常多不同的選擇 那究竟哪一個才是適合你呢 是不是純投資 或者純自住 或者是買公寓 還是買住宅 還是先租 還是後買 等等的這些情況 我們會根據每個人不同的情況 給你不同的建議 以及全程毫無壓力 大家好像朋友一樣 輕輕鬆鬆 在一天或兩天的時間裏面 將你想要考察的樓盤 一起去看清楚 所以在這裡誠意呼籲大家 參加我們的看樓團 那